年关将近 作为相声爱好者最关心的话题 可能就是德云社的跨年专场 以及央视春晚上说相声的会有谁 对此 岳云鹏也进行了回应 岳云鹏表示春晚已经在做准备了 最终结果咱还不知道 跨年接到通知了 在北展和师父一起 对于德云社的跨年 自从德云社官宣了跨年专场的售票信息之后 就有很多网友猜测跨年专场的演出人员 毕竟没有官宣演出人员 很多网友纷纷猜测有岳云鹏 毕竟票价那么高 一定会有重量级的演员 就是不知道张云雷会不会参加 至于其他阵容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高峰曾在直播时表示 还没有接到通知 高峰称一切听从安排 安排在哪里跨年 就在哪里跨年 张赫伦也表示 自己的跨年专场 很有可能在济南 但还没有确定 此前 德云社的跨年 一般都是好几场同时进行 最多的一次跨年 六个城市同时进行 郭德纲还在北京展览馆剧场 与广州站的跃云棚 以及其他弟子连过线 今年的跨年 看来不会有这么多场次了 对于春晚 岳云棚孙岳 可以说是常客了 如今已经五次登上 央视春晚的舞台 特别是今年的春晚 在斗校社中 石副宽还特别评价了 小月月春晚的节目 能把岳云棚孙岳的节目 放在春节晚会的第二个节目 这个堂口上 不是一般演员能胜任的 而且去年的春晚 仅有一对相声演员 那就是岳云棚孙岳 今年的春晚 一共出现了三对相声演员 除了岳云棚孙岳 还有金飞晨曦 李银飞叶鹏 之前有网友爆料称 冯公老师已经开始准备 央视春晚了 至于金飞晨曦 李银飞叶鹏 还会不会继续登台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现如今春晚舞台逐渐的年轻化 也给更多的青年演员机会 毫无疑问 岳云棚孙岳上央视春晚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毕竟效果是非常好的 而在德云社的演员中 张赫伦 郎云棚也曾经参加过央视春晚的选拔 但最终遗憾被淘汰 而孟赫棚今年春晚的小品惨遭淘汰 挪到了元宵节晚会上表演 张云雷的呼声可以说是最高的 特别是今年的天津古曲社的开业 也是将古曲这传统的艺术 带进了大众的视线中 不论是京韵大鼓还是京门鼓曲 也都是信手拈来 特别是在配合张云雷 比较有韵味的嗓音 更是体现了这门艺术 原本该有的韵味 不知道张云雷会不会去试一试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